您看A片不做爱 七首活寡十六年 素离获准 能想象结婚十六年 却只有五次性爱吗 嘉义县一队都担任会计的公务员夫妇 结婚七年才以人工受孕生下唯一的女儿 问题不在生育能力 而是丈夫为掌控家中经济大权 以不做爱惩罚妻子 五十岁的高姓妇人不堪精神虐待 日前出庭指控五十三岁的陈姓丈夫 婚前听同事说她很有钱才娶她 婚后要求她交钱给她管 还嫌她钱少 听说你是千万富婆 怎么只有这些 却又花她的钱乱买东西 还半夜叫醒她在信用卡申请书签名 不签就被骂 又把衣服堆到床上不让她睡 有次她用掉二十万枚说 丈夫当晚看A片自卫 之后她主动求欢都被拒绝 她人工受孕生下女儿 丈夫不给钱还骂 小杂我 别急 出游吵架时她随口说 我要自杀 怎么不跳 快跳啊 丈夫否认指控 指妻子不亦怀孕 且婚前说好赚钱各自管理 三餐各吃各的 两人在九个月前分居 嘉宜地院作判决两人离婚 女儿监护权归母亲 男方每月需负担一万零五百元到女儿成年 合计一百四十万七千元 金钱的东西 结婚之前大家先说清楚 结了婚以后 花费应该怎么用 再也应该做个沟通 16年做完五次 到这个时候才要离婚 问题是早就发生的 她应该早点去解决 董新闻嘉宜报道